欢迎收看的是国际家谈全球 我是主持人陈韵文 这集有两大的重点 我们先看到的是这个 拜登以美国总统身份出访亚洲到日本跟南韩 对印太地区有哪些的影响呢 以及是这在瑞士达沃斯小镇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 我们特派记者在前线的第一手观察 我们先欢迎是我们国际记者真怡 真怡好 韵文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没有从我们请真怡来跟我们讲一下 现在的Google券各国的网友都关心哪些话题呢 好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美国 美国很关心的是这个花生酱啦 韵文你喜欢吃花生酱吗 我超喜欢吃的 跟美国人口味一样的对 因为美国人非常非常爱吃花生酱 爱吃到这个登上热搜 这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GIF是他们这个当地一个很大的品牌的名称 花生酱品牌 那它是因为呢爆出了这个含有沙门氏菌 所以说美国这个食品药物管理署呢 它就有发了一个这个要照回 要这个公司要照回旗下产品的这个公文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 它有沙门氏菌目前还不晓得 可能是说这个工厂可能在这个生产的时候 不晓得受了什么感染 所以导致目前大概有12周的民众 遍布在12周 吃完这个花生酱以后 感觉肠胃有点不适这样子 然后他们因为美国人实在就像韵文一样 他们很爱吃花生酱什么 Pinut butter and jelly 早餐必备 对 早中晚任何时间都可以吃这样子 那很多家庭的话 他可能就是买了一大罐 不只买一大罐 可能买个两三罐这样子 就把它放在这个厨房 对 柜子里面 所以说这个FDA他也呼吁说 如果说家里啊 你有这个平常之前买的这个存货 还在家里的话 看要不要是把它淘汰掉 因为说怕里面是有这个沙门氏菌 那你吃了会不舒服这样子 虽然说这个吃到不舒服 其实是不用接受什么治疗 就是你就是拉肚子 然后拉个一两天这样子 可能会有呕吐啊干嘛 之后会你的免疫系统好的话 就是会慢慢抗肤这样子 但是这个FDA还是提醒民众要小心 所以说这个很多这个爱吃花生酱的美国人 会有点吓到想说FDA发生什么事 来看一下这个新闻这样子 影响蛮大的 对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英国 英国呢他们关系的这个人叫做Gamma 那Gamma是谁呢 他是一个传奇的摔角选手 是出生在印度 刚好这个22号是他这个144岁的名单这样子 那为什么他会突然蹦出来呢 主要是 英国人为什么会关心一个印度的摔角选手 对这个印度摔角选手我们知道很 我们有时候用Google搜寻东西的时候 如果是今天什么特别节日 他们不是都会在上面跑出来一个图案吗 比如说Google首页那个图案 对上面就是出现一个特别的图案 然后你可能就会好奇说 为什么今天比较特别有Google出现这个图案 我点进去看一下搜寻一下这样子 就是长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刚好出现他 然后所以这个很多英国人 还有新加坡也是 新加坡也是蛮多的网友在说 想说他到底是谁啊 然后就来搜寻看看这样子 那其实他真的很强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印度蛮盛行的运动是摔角 就是我们看一些那个宝莱物的电影 比如说什么我和我的冠军女儿啊 就是在讲这个摔角的故事 他就是摔角选手 然后他是在这个主要活跃的时期 大概是1900年代左右这样子 蛮144岁名单 蛮久远以前的这样子 他曾经能得到过印度版的这个世界重量大赛的冠军 哇 很强很强 所以他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对了啦 然后甚至有一个绰号叫做Tiger老虎 就是很勇猛这样子 他曾经有过一个传说 就是很厉害很厉害的就是他曾经 举起过一个1200公斤的巨石 1200公斤耶 是1200公斤 对 他这个1200公斤的巨石目前呢 还被保留在这个印度的博物馆里面收藏这样子 太神奇了 对 就是他的故事实在很传奇啊 所以说像是那个我们武打明星李小龙 对 也是蛮崇拜他的这样子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哦 日本他们关心的就是目前人就在他们国家的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啦 对 那拜登的话呢 他这一趟行程哦 在这个23号的时候 他上午是见了这个天皇 然后下午的话会跟这个日本首相岸田在开会这样子 然后呢 再晚一点的话 大概傍晚左右呢 他会宣布一个就是他所谓印太经济架构的名单 IPAV的名单这样子 那等一下这个部分我们会跟大家做更详细的讨论这样子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韩国 韩国他们关心的叫做公开音乐会 这个公开音乐会不是什么BTS演唱会 对 不是这种演唱会 是呢 睽違27年在青瓦台举行的一个公开音乐会 因为之前就是青瓦台是比较封闭的嘛 那尹熙岳总统上任了以后 他就说我要让这个大家都能够来青瓦台 不是说你要去拍照或去野餐什么 就是可以来进来参观这样子 所以说在时隔27年以后 他们在一个这个周日呢 就举行了这个公开的音乐会 那这个音乐会这个阵容蛮庞大的哦 就是有不只有什么交响乐团啊 也有这个韩国的传统音乐 那有流行音乐的这个各类型的艺人 就是登台表演的对 所以很多这个网友就是都在搜寻说 可能想说好难得可以进到青瓦台里面看一下表演哦 所以就是有登上热搜 所以就是那种过去的政治权力的神秘的地方 变成公开的音乐表演的场合 跟拜登有见面的这个尹熙岳的总统 跟他的夫人有趣 而且是意外出席 所以就是有很多网友也关注这样子 而且不过他们两个呢 在这个音乐会之前 前一晚刚好是有跟这个拜登总统有见面 在这个国宴的场合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这个尹熙岳的这个太太金建希 是跟以往的这个第一夫人形象可能比较不同 因为比较年轻嘛 罪证的第一夫人 对对对被誉为罪证第一夫人 虽然说他可能有一些比如说负面新闻啊 学历造假啊等等之类的 有没有整形啊这类的一些不太好的消息 但是因为他的这个实在是太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这个听说韩国媒体报导的时候 有讲到拜登是不是有跟他讲了一些 跟他的老公有讲了一些话是不是 就是称赞他很漂亮 你老婆很漂亮 对这个美貌就是征服了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让这个拜登 因为美国人蛮喜欢就是 称赞别人的 对他看到你的好或什么 就很容易称赞别人 所以这个韩国媒体就报导说 在这国宴的场合的时候呢 拜登就有跟影学院总统说 嗯你的太太真的是很漂亮这样子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香港 香港这个热搜江涛是谁呢 是一个这个男团的明星啦 叫做Mirror 对那这个男团呢他其实是我们前几集有讲到过说 他们这个男团也有开演唱会 而且他们这个男团开演唱会的这个 黄牛票的票价冲超高 有冲到一张要可能百万台币 哇塞对 百万台币 百万台币哦 就是黄牛票炒到这样子 所以说他在这个施奶可以说是施奶杀手 那刚好这个张静轩也是这个最近的在宏馆开一系列演唱会 因为那个香港的疫情比较缓和这样子 那张静轩也是非常香港有名的歌手这样 他们他就是邀他来他的演唱会两个人一起合唱歌曲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让蛮多这个香港的歌迷很疯狂 就是说看到我喜欢的两个偶像在一起这样子 然后还什么吃汉堡跟喂薯条 就是上演这种就是喂食系嘛 就这样逗得这个歌迷很乐这样子 本丝很嗨 对因此登上了香港的热搜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台湾 这个是我看今天也许也会有也是登上这个 对这是在22号下午传出来的消息 然后晚上就证实是确诊 那其实因为科运者一直来都有一些对于疫情啊 防疫动很多的一些指指点点或意见 是所以不管是挺他的或反他人都会很关心他的病况怎么样 所以就马上冲浪热搜了 对而且他是他是说他之前是用自己的快筛啊 发现是阳性啊 后来想到哎过台没有借我一台那个什么口水机 我就赶快来验一验啊 结果也是也是阳性这样子 对那他这个在好像这个23号这个视讯会 好像病况有点加重 因为他一开始发现说他快筛养性的时候 只是觉得说喉咙卡卡的 对对对那这个23号在开视讯会的时候 他是好像有醒鼻涕啊 然后咳嗽症状好像有变多 就开始出现了 对所以这跟蛮多这个确诊的人的症状蛮像 就一开始以为是无症状那其实不是 对其实症状都是在后面几天开始慢慢有就是变严重的情形这样子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是新加坡 新加坡很关心的是这个NBA的这个战况 东区冠军赛 那这个关心的是这个热火的球星巴特勒 因为他这个右膝受伤伤众退赛 但是呢不影响热火这个打赢球赛啦 就是热火他是本来他前一场在主场的这个表现真的是 就是让热火的球迷太失望了 就是在主场惨败25分 结果他就是这一天到这个波士顿来当客场来比赛这样子 他呢之前在上半场的时候打得不错哦 一度有领先到26分之多 但是那个绿山军也是蛮强的赛尔提克他狂追狂追狂追 到最后有追到最后还虽然说热火赢了 但是他们是109比103 显胜一点一点而已这样子 所以然后这个他们热火对这个赛尔提克的这个比赛 在这个24号台湾的时间24号早上8点半还要再战 所以我相信大家会很关注 很多这个NBA球迷还是会继续来关注的 好没有错 那我们再来看到是今天的重头戏之一啦 就是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他手次以这个美国总统身份出访到亚洲 然后去南韩跟日本 那我们看到的是其实呢 早在这个拜登访日之前 这个日本首相岸田呢 就不断的出访是欧洲或者是这个亚洲国家 要帮美国来巩固盟友 要对抗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我们去看这报道 欧洲扩大印太战略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主席双双出访东京 欧盟与岸田政府显然目标已至于过去一个月 岸田积极布置 平凡出访除了巩固双边关系 更是要拉拢各国对抗中俄两大强权 岸田的外交之旅从印度展开 除了庆祝两国的建交七十周年 更是制造印度表现暧昧的对俄关系 印度行结束之后立刻转往柬埔寨 希望说服这个号称不沾锅的国家 能够转变对俄罗斯的态度 岸田返国之后 陆氏与纽西兰总理阿尔登 德国总理肖兹会面 紧接着在日本黄金周假期之前 启程前往东协还有欧洲展开 在印尼敏感的南海问题成为焦点 抵达经济交流密切的越南 则是再度强调乌克兰的独立性 先往泰国访问 加强安全合作 宣布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升级 但话题还是离不开 对俄罗斯的强硬态度 外界认为岸田延续安倍的外交策略 巩固与东协国家的双变关系 同时拉拢这些国家 共同合作制裁俄罗斯 谢谢 岸田文雄在安倍晋三担任首相时期 出任将近五年的外务大臣 对于国际事务相当熟悉 专家分析认为 岸田跟随安倍的保守派路线 反正外交走向虽然立场相对温和 但亲美的态度同样喜而易见 从东协国家一路转往欧洲 岸田甚至将台海议题也搬上台面 要说服欧洲国家 扩大印太战略的布局 外界认为岸田将近一个月的奔波 也是在为拜登的亚洲行铺路 预计拜登与岸田会谈之后 就会宣布成立印太经济架构 对抗由中国大陆主导的RCEP 未来东协国家的态度至关重要 个性低调的岸田或许不像安倍 利用小白球外交或是寿司外交 善于利用媒体效应 拉拢与美国领袖之间的关系 而是利用最熟悉的国际政治操作 代替美国拉拢各国 共同对抗中俄 展现更实质的岸田式外交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其实呢不只是日本很积极 美国呢在拜登来亚洲之前 在上个月的时候 就国会跨党派议员 就访问台湾 现在总统蔡英文之外 也再去了日本 这代表什么含义呢 好 我们看到这个是共和党参议员格瑞姆 他这个 他就是跟一些民主党的这个议员先在台湾嘛 他4月16号呢 就从台湾飞到了日本 然后来跟日本的这个首相岸田会面 他在这个会面呢 就是重申说这个要合作维护印太 就是不断的强调是印太这个安全战略的重要性 这样子 那这个岸田的话呢 他其实跟美方的这个合作也一直蛮密切的 你看他去这个欧洲 然后他下面的各个部长 外长 对 去其他国家这样子 但是他就跟美国合作方面 其实有两点 第一个是对乌俄战表态 那对乌俄战表态就是说 他跟美国是站在同一个立场 去谴责俄罗斯 那尤其是在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他继续跟 他跟这个日本的话 他其实在那个北方四岛的领土 有些争议 对 那我先跟美国站在同一方 然后来谴责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 那当然我也是希望说 之后我跟俄罗斯 美国可以帮我 对 我跟俄罗斯这个土地 这个北方四岛这个领土争议的时候呢 美国能够来帮我 这是其中一点这样子 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中国可能侵台这一个部分 因为这个也是美国跟日本很关注的一个焦点 确实 那尤其是说在乌俄战之后 日本的这些保守派政治人物 他们觉得 中国大陆 会可能会 清台的这个可能性 提高了 对 所以说日本要有所警戒这样子 那他们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外政府 他们推出 在4月22号推出这个外交蓝皮书 这个外交蓝皮书呢 它其实就讲到说 世界已经进入了这个美中国家竞争时代 那也许有人会说 目前还是竞争还好 但是有些专家是讲说 其实他们以前是合作的 因为日本是后来跟台湾断交嘛 去跟中国大陆建交 所以他们以前是合作的 然后后来慢慢变成到了竞争 但是近几年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行动 实在是太过于频繁了 他们那个辽宁舰啊 去太平洋那边进行什么舰载演练啊 他们日本防卫省都非常的关注 所以说从合作竞争 好像其实已经慢慢到 有点接近到对抗的这种氛围之中了这样子 那所以说日本会希望 他们这个本来有跟美国签个美日安保条约 他本来是讲到说双边啦 双边的机制 他希望可以扩大到多边 对 这样子 然后他也强调说这个 日本要不断的要跟合作 跟美方合作就是印太战略这个部分 然后呢 这个日本呢 也要秀出它的影响力 所以说日本的话 他们六月的时候西班牙 那个北约的话 会在西班牙会举一个峰会 日本也要飞过去参加 那就是要秀出它的这个影响力 对对对 就成为是北约就是最可靠的盟友之一 对 而不是说我在亚洲我没有事 对对 好那我们再看到下一张 这是目前现在拜登要在日本来宣布的就是这个印太经济架构 那这就传出说台湾应该是很有机会参与吧 但是其实现在消息是说台湾是没有机会参与的 并不在这名单之内 我们看到是我们政府表示很遗憾 但是会持续的来争取参与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美国提出的印太经济架构 这对于未来整个美国啊 日本啊 亚太地区又怎样的发展吗 好 我们讲到这个印太经济架构 其实是在这个2021年左右 拜登他就提出了 那他提出的这个东西其实是有点像是印太战略的延伸 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安全上面的这个协议的话 好像缺乏经济 而且他们美国是之前有退出这个CPTPP 所以他自己也想要弄一个经济的东西来把他的盟友找回来 所以因此有这个印太经济架构这个想法这样子 那拜登此行其实就是两个目的啦 刚刚讲到这个IPAD印太经济架构这样子 那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Quad四方安全会谈 那我们先讲到说拜登他是先去了韩国再去日本 其实韩国的这个角色蛮重的 我们先讲这个IPAD的关系 这个隐习岳总统他本来是对于这个IPAD 大家是觉得说他应该是会加入这样子 因为他比较亲美这样的确 他也说为了要建立这个印太这个地区的秩序 他的第一步是南韩要参加IPAD 这个让拜登总统可以放心一点 但是他后来又有表明说 他加入这个绝对不是要疏远中国大陆 就是有在做一个缓和这样子 但是呢 要不要加入这个Quad呢 大家就在想说 如果你加入Quad好像 你就会变成就是跟这个中共 中国大陆是比较敌对的这个状态这样子 因为你其实你想想看目前的Quad的话是 美澳印日 对美澳印日这样子 那这四个国家的话 他们其实对中国大陆都算是比较有敌意的 对对对对 而且是比较明显的 那如果说这个中国大 如果说韩国也加入这个Quad的话 把中国大陆当成假想敌的话 恐怕会刺激到北韩的这个危机意识 所以说 虽然尹錫悦是对这个Quad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但是你可能还要想到说 我如果加入的话 可能会让整个这个Quad 不只是关系到中国大陆 是朝鲜半岛这边也会整个扩及到 就是金正恩这边也会紧张 你是不是要对我有一些不好的意图 这样子 就是个防备范围变大 对对对 守备范围变大了这样子 那有所以有些人会担心说 如果啊这个韩国加入 真的加入Quad的话 会不会变成亚洲版的北约 是有这方面的担心这样子 但是呢香港媒体的报导 他是说他们是认为说 不会 因为他们觉得Quad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非正式的国际组织 这样 然后说目前啊这四个国家 就是他们觉得这四个国家各怀鬼开 就是自己有自己国家的利益在 所以说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像北约 这么团结的一个组织 似乎是还是有点距离的 所以他们香港这边媒体报导是说 感觉是不太有可能这样子 对但是目前来讲的话 像拜登提出的这个IPAD的话 蛮多国家都蛮买单的 尤其是在这个布林肯的时候 他其实去年的12月 他有去东南亚这边有去参访 那时候去各国的时候 他就是有去宣传这个IPAD的东西 所以说 好像新加坡也是有这个意愿 对所以说拜登这个局 真的是布了非常非常的久 这样子 所以其实从2021就是一直开始 慢慢在推进这样子 但可惜我们台湾目前好像是 暂时无法加入这个运太经济架构了 但是我好奇说 拜登这个亚洲型 他拉拢韩国的意味很浓厚 但这个看来有成功吗 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有啦 因为毕竟我们的这个隐形院总统 他就说他是要参加IPAD 但是跨的就是还在考虑当中 对考虑当中 那为什么说这个要在这个乌二战争 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突然要赶快插一个这个 对啊 亚洲型的话 其实有专家是觉得说 因为这个乌二战开战到现在 因为大家已经把这个俄罗斯 削弱了 对 俄罗斯这个已经是一个大家就是 仇视的一个目标 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大欺小 这样子 已经达到这个削弱俄国的这个目的了 所以美国呢 如果再继续放在这把焦点放在乌二的话 其实对他来讲没有太大的帮助 东海大学的教授潘兆明 他是讲到说 其实美国也发现 因为在乌二战争的时候 他其实有对俄罗斯制裁 但是不是每一个国家都会跟他采取一样的行动 像是德国 对 他就对能源有点疑虑 那像印度 虽然说我跟你有参加QUAD 但是我对你这个 制裁 对我还是会继续买俄罗斯的原油等等之类的 就是跟他的调性不太 没有跟他完全follow他的 对有点尴尬 对所以说他在这个亚洲的 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好像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强劲 所以他要赶快回来巩固他的盟友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